滴妹其實不是我的妹妹 滴妹其實不存在 她是假的 大家說好不講的 她這樣承認了 也都是假的 昨天我們看到了這段驚人的影片 知名YouTuber阿姬她並沒有妹妹 她的妹妹是在經紀公司 透過強大的影像製作小組 所設計的 虛擬角色滴妹自從被創造出來後 深受大家的喜歡 人氣甚至超越阿滴本人 2013年開始 我們 所謂的電榻少女被創造出來 是因為我自己看到了 許多人正在為不懂3C小科技所困擾 現代人 每人手上一支手機 可是怎麼買手機 買了要用什麼APP 才可以做到什麼事 這些都在資訊量太大的這個世界 變得好困難 其實電榻少女也只有密幹我一個人而已 其實這個團隊 就像滴妹一樣 是不存在的 人工智慧開放世界遙控高智能機械女孩系統 簡稱Alter Girls 是基於電榻追擊大數據引擎 及電榻背後端引擎的終極應用 五年前我們體會到科技媒體需要這樣的團體產生 且絕對不能是由男性作者幫忙撰寫內容 然後女性模特兒只參與演出 必須是貨真價實的女性編輯 苦於找不到這樣的人以來 最後在電榻公司的協助下 才真正開發好這套系統 並且實際投入應用 那就讓我們告訴大家 關於人工智慧開放世界遙控高智能支線女孩 是怎麼實際運作的吧 首先 每次先由我寫好想要的腳本 然後將這個主題的資料 存入特製的AI指標片中 插入由邪惡豬牌博士製造的設備裡 此時系統會依據我選擇來挑選編輯 並且透過不是那麼重要的生成例子 在我們已經設定好的生成室中 產生那名編輯 並且開始介紹我所輸入的主題 同時呢 這個系統也接受由EX-ROID 自行呼叫適合的搭檔來參與企劃 有時候 我們也會需要有新能力的少女誕生 像這樣放入想要的形象 帶有角色照片的素材 系統就會自動運算生產出需要的角色 並自動託予他們性格 這就是電榻少女的真相 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電榻少女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別忘記訂閱電榻少女YouTube 開啟小鈴鐺 也要按讚我們的粉絲專頁跟IG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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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